把全部的图纸给铺开 告诉大家是这样这样那样那样 我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有一些线索 在2017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发现了 在早几天 我做一个想点就点 我其中就讲到了 2017年10月27号 我做了一个点点今天事 这个点点今天是讲的 红黄蓝事件 红黄蓝我们知道了 是三元色素的红黄蓝 本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 红黄蓝就是一些孩子 在红黄蓝幼儿园里面 展开他们彩色的人生 变成什么颜色都可以 我相信他们是用这个 名字的命名的意思吧 对不对 对吧 是的 发生在北京朝阳区 朝阳北路 红黄蓝幼儿园 对 意思是什么故事 能不能麻烦你讲一下 让我休息一秒钟 就是这个出现了 学校的这个幼儿园的老师 对这个 对这个幼儿园的小孩子的 一系列的一些侵犯的行为 还有什么打针啊之类的 前几年应该是四年前吧 当时闹得非常大 好像我都不可思议 那叫指控啊 我认为都不可思议 什么幼儿被性虐待了 性欺负了 什么打一些神明的 什么据食一些什么东西了 然后家长们 哭哭唠唠了 我当时觉得这些事情 太悔一所思了 对不对 对吧 我知道中国的一批商人和中国的一批官员 也有一些不可接受 对不可接受 当时我做了一个节目 我做了 其实我不做了一个节目 我做了上四个节目 我就请导这个红花蓝 后面是怎么会上 我当时认为了 这个事情是个意外 是个意外 首先媒体报道是个意外 因为当时好像中央电视台 是哪个媒体的报道了 对不对 对 我说这些媒体 怎么会报道这个啥呢 我有点奇怪 是不是这个里面有没有圈套 或者是其他人想收拾梦境剧 收拾什么专家的利益 或者是内利益之争 不知道 中国有一些报道 你只发现呢 某一些人被抓起来了 某一些人呢 怎么怎么样了 实际上这个后面是公安系统操纵 或者是有人操纵公安系统 去灭掉你竞争对手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是不是 对吧 所以我不知道当时收拾红黄蓝啊 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样的势力 还是偶尔的这个媒体搞不清楚对象 搞不清楚状况就进行了这么一个报道 当时一度的社交媒体上面铺铁盖子都是啊 对不对 这个何总 你知道吧 应该是当时是发生在五一 我大概的啊 其实我们当时的判断觉得是这个 上市公司的做空机构在炒作的这件事情 因为是一个什么 然后他的股票大概跌了百分之五十几 当这个事情成清以后 哗又涨了百分之五十几 所以我们当时是怀疑是一些做空的机构在做这家公司 我完全是我这个物理物理的搞不清楚 但是呢 我很快找到了一些线索 这些线索就成为2017年10月27号和前后的几个关于红黄蓝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四年以后网上已经没人提这个事了 但实际上四年以前 那网民那简直是激动得不得了 所以我有时候在怀疑这些网上这么激动的人 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下去 甚至不是坚持下去的事情 几年以后 我真的把这个真相 试图去还原它的真相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已经忘记这个事了 对不对 我发现几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 这个尊在的 这个有尊在的背景 一个是姓曹 叫曹 曹什么东西 一个是史燕来 史燕来我好像记得是沈阳军区的一个尊放的一位元的元长这么发展起来的 需要我介绍一下背景吗何先生 你介绍曹什么东西啊 这是弗兰桑赤人 红黄蓝教育是由曹赤明和史燕 曹赤明 在1998年 这位1979年的这个曹一鸣呢 从丧之一中啊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工程学院 1993年的转业后呢下海经商 起初到中关聪呢从事推销电脑的业务 会友朋友呢注册成立了第一华一电子有限公司 1995年呢曹一鸣呢获得了授权将翻斗乐游戏的项目呢 引入了北京 1996年呢在北京成立的中国内地第一家翻斗乐的大型室内游乐场 这给曹一鸣呢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在引进翻斗乐项目时呢曹一鸣史燕来已经进行了合作 2007年曹一鸣呢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联合管理学的博士硕士学位 史燕来呢毕业于北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2000年级的学生 和曹一鸣一样曾经获得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联合管理学的硕士学位 1998年的实验来做了母亲 同时呢开始创业创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亲子园 就叫红黄蓝亲子园 那么该园呢也是曹赤明啊 在翻斗乐游戏场腾出的两间教室呢进行了开办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上午像幼儿园这样私立的亲子园的概念 该园呢创办后呢亲子园的概念呢逐渐广为人知 到2010年代呢已经成为中国早期教育的行业的代名词 该园以红黄蓝为名 史燕来认为呢红黄蓝是三颜色 所有的颜色呢都是用红黄蓝所调配出 红黄蓝呢预计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象征着充满亲情友情的大家庭 史燕来表示呢自己所创办的这个幼儿园呢 初中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及更多的孩子 享受适合的早期教育 那么2001年的红黄蓝38个股东的联合创业 正式组建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为史燕来 当时38人筹集了180万的启动资金 其中史燕来呢是借债创业 将全家人的钱呢都借空了 同年呢红黄蓝开始特许加盟业务 2001年到2005年呢是红黄蓝的定位阶段 那么红黄蓝呢开创了 红黄蓝呢开创了亲子园和幼儿园互动的衔接 临到六岁的学前一体化的教育 改变了过去中国学前教育 将03岁和36岁割裂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2003年创办了首家红黄蓝幼儿园 北京红黄蓝幼安门幼儿园 之后呢就连续的在各地呢都开办了很多的 红黄蓝的幼儿园 2007年2002年 红黄蓝的或北京首批的明特优的特许经营品 2006年的建立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并启动了信息化之路 2007年呢成立红黄蓝的培训学校啊 创建了幼儿教师培训基地等等 类似这样的一些系统 2008年红黄蓝引进了美国学乐英语的课程 并获得了战略的投资 2007年的注册成立北京红黄蓝科技发展影学公司 为北京市的分台区的科学城航线路 航分路 那么公司董事长呢为曹一鸣 投资人为开曼穷岛的顶辉公司 这家公司需要介绍一下吗 你讲一下 好的我要把这个顶辉公司是谁 想办法呢 找不到了 OK没关系 那么2008年底呢 为在产品研发人才引进信息 儿童建设等等方面 全面实现的优化的提升红黄蓝 暂停了特许经营8个月 直到2009年7月呢进行了恢复 那么2009年底的红黄蓝呢 是全国各地建立了16个总部 直接投资用银的直营中心 那么可以说的发展非常充速 那么2010年或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的 AAA级的信用企业 2011年 红黄蓝创造第三品牌 叫竹斗育儿 那么同年完成了B龙的融资计划 2013年或中国用连锁用银协会的班 中国特许讲2014年 与美国AXM儿童 埃里克森儿童发展研究院 那么达成中国区的独家战略合作 2015年呢 与密亚合资成立了跨境母音的 O2O电商平台品牌 叫青田Yuki 同年呢 与美国音乐教育品牌TMC呢 签署中国独家战略合作 2016年呢 举办了国际学前教育的高峰龙坛 可以说呢 在这个领域呢 可以说是拔得了很多的头筹 2017年的上市前呢 红黄蓝曾三度融资 曹一鸣实验栏呢 早已让出了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2008年9月23日呢 融资得到了1000万美元 后全部退出 2011年11月18日 纪元资本的领头 也就是瑞 银瑞达亚洲和 合同集团呢 跟投了2000万美元 后也全部退出 那么战略投资人之一呢 是真格基金创始人 徐晓平 2011年 徐晓平在某论堂上 曾经表示的 学前教育领域的 红黄蓝呢 就是外语培训领域的 新东方 同年呢 他对外称的红黄蓝 是他以个人身份 成功投资的品牌 红黄蓝的教育 VRE呢 架构中在国内成立的 北京红黄蓝科技发展演员公司 徐晓平曾任董事 但在2015年10月呢 退出了董事名单 后来在一家自媒体发布的采访中呢 梦亮提及该电商业 该电商的业务称呢 红黄蓝之前的亏损呢 很大同志上 与此无关 叫停之后呢 赢 用利用呢 就开始回升 2017年9月27日 在红黄蓝提交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 披露了上市后 公司持股的情况 其中有一家公司是在开曼 公司注册的是 红黄蓝教育的第一大股东 持股比例 达30.1 30.1% 其隶属于私募投资机构 上达资本 上达资本的两位合作创始人士 之一是 孟亮 是红黄蓝的董事之一 孟亮在接受创始期采访时 曾表示 最初是红黄蓝管理层 找来雄求专业建议 他们想实现管理层的收购 红黄蓝的原投资人 想退出 给公司介绍了新投资人 我当时建议他们自己 举手买 他们没钱 我们就借钱给他们 2015年11月 上达资本旗下 基金在开曼群岛的 借了5,170万美元 给红黄蓝管理层 获得了可兑换 可赎回的票据 可在一定条件下 兑换成红黄蓝的股权 上达资本 在红黄蓝上市时 含出了一小部分的股权 红黄蓝的教育 第二大股东 是曹一鸣 持股比例23.6% 第三大股东 是史燕来 持股比例13.5% 其他投资持有者的 持股比例呢 是11.0% 那么此次公开发行中的 投资者持股比例呢 是27.2% 上市是公司董事会 除执行董事曹一鸣 实验来 及董事孟亮外呢 还有新任独立董事 叫个Joyan Gert 也是耶路大学 管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 原克林栋基金会的发展总监 原纽约市的市长基金会的主席 还有朱德森 芝加哥大学 布斯商学院的全球顾问委员会的 亚洲区的内阁联席主席 还有长正公 北京FYGS投资公司的总裁 加中市场发展联合会的共同主席 原加拿大的CBL的数据 恢复技术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 红黄蓝的盈利状况 在2015年前后的一度堪忧 2014年和2015年 各亏损134万和130万美元 在上达资本介入后 红黄蓝加大了媒体的投放力度 自2016年起 在北京主要媒体都有软文的投放 实验来 也通过媒体树立红黄蓝的 充满爱心的习下 2016年6月11日 红黄蓝首提616的亲子日 同时红黄蓝幼儿园也是猛赠 加盟的幼儿园 越来越多 2014年仅66家 2015年增值111家 同比增长68.18% 2016年增值162家 同比增长45.95% 加盟幼儿园的规模增长 使红黄蓝的产品收入大幅增长 从2014年起 红黄蓝的营收的 逐步的稳步的增长 2016年红黄蓝纽亏为因 2016年的公司营收达1.08亿美元 按2011月的汇率换算的话 约合7.11亿人民币 净利用是590万美元 2011按照当时的核算 是3885万人民币 2017年1至6月的公司营收 达到6433.8万美元 净利用达490万美元 同比增长19.5% 那么据其他的一些 会计师的事务所的报告的统计 截至2016年末 红黄蓝已成为中国本土领先的 幼儿教育服务机构 但以中国该市场集中度较低 拥有255所幼儿园的红黄蓝 在中国23.7万所幼儿园中 占比则刚刚才超过1% 红黄蓝希望借助上市实现资源优化和整合计划 通过收购海内外的幼儿园 以新建直营的幼儿园 提升FOB 2B业务的服务质量 以及占领中国的学生教育市场 2017年11月22日 北京市潮原区的管庄 红黄蓝幼儿园 新天地分源的背包柱 疑似略带 而同时后 2017年11月23日 红黄蓝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价盘前暴跌 那么红黄蓝随即宣布了 5千万美元的股份回购计划 截至美冬时间11月24日 收盘大跌38.41% 暴是6.45美元 跌破了发行价18.5美元 市值缩水约2.9亿美元 尽管如此 收盘价仍高于开盘价的15.56美元 日间仍有买盘出现 成交量高达193.2万美元 环比飙升了148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25日报道 至少两家美国纽约律所 一起动对该公司 事先违反证券法的集体诉诉 进行调查 根据美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一旦被判 违法会面临处罚和解金额 估计可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 而4日晚 红黄蓝公司召开股东会 那么史燕来 其CFO魏平 这是另外一个新人物 介绍了公司的处置措施 魏平表示 规警方的调查 最坏的结果将是 这次的事件 会被认定为一起独立的红黄蓝 旗下 一个项目的员工做了坏事 如果结果真是如此 当事人和红黄蓝 都将负起相应的责任 并称公司战略 不会因此次的骚乱而改变 28日美股开盘后 红黄蓝的股价 暴涨了23.72% 2018年1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学前教育生化改革 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民办幼儿园 一定不种单独 或成为和作为一部分的资产 打包上市 上市公司不得通过 该股票市场融资 投资的盈利性幼儿园 不得通过发行股份 或支付现金的等方式 购买盈利性的幼儿园的资产 受此影响 红黄蓝的股价开盘 大跌52.97% 同时触发 熔断机制停盘 市值蒸发2.6亿美元 对此红黄蓝发布声明 表示支持相关的新政策 和平先生 对 在这个红黄蓝 这个事情 突然出现 突然消失 这个里面有一部分呢 是孟军军的功劳 有一部分呢 是孙力军的功劳 有一部分呢 是上海潭的功劳 还有一部分呢 是尊德势力的功劳 但是这些势力到现在为止呢 能够清晰到 清晰比较 比较确定的 是孙力军 动用了力量 不准这个媒体进行报道 不准呢 这个网络上已经出现的东西呢 进行这个删除 因为网信办在很大的程度上 跟公安系统完全是合一在一起的 但是在孙力军和傅政华 这个过程中间 他们在挣脱这个网络的控制权 也互相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我们外界只是看到了 一个表面上的新闻 其实每一个新闻的丑闻 后面都是利益的挣脱 有时候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警察的去打击某一家公司 你以为他真的是那个公司 是有问题吗 问题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 就选择打击了这家公司呢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行业 可能都是挣脱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本来可能都不错 但是要四家公司 或者五家公司的想法都可以 原来各有千秋 但是如果市场上 只剩下一家公司 那么其他几家公司 不存在的时候 所有的利润 所有的机会就样了这一家公司 所以在这家四家公司里面 五家公司里面 大家要玩得猫腻去了 发展自己的业务 自己的管理 或者吸引资金以外 另外一个手段呢 就要想办法把另外四家公司灭掉 另外四家公司灭掉的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通过警察去找麻烦 那当然不是一个骗警 或者是一般的治安警察 而是要涉及一个完美的故事 这些完美的故事 就是中国现在很多案件 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 某个公司又怎么样 或者某些人是怎么样 我们只是傻乎乎知道 哎呀那个地方破坏了这个案子 几乎很多这样的案子 后面隐藏的就是利益的博弈 就像我们看到的 美国的当年的黑社会 欧洲的当年的黑社会的 抢地盘的这个故事 但是那些故事 如果跟中国今天的故事相比起来 那中国的故事比它要丰富 要多才多了 因为动用的资金金额要大 对吧 不是几个几百块 或者几千块 几万块的现金的问题 而是动不动 是几亿几亿美金的问题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间 今天我要 列为披露一点点 怎么洗钱 怎么洗钱 怎么去完成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 在中国的很多领域里面 其实你切任何一个领域 只要你具有控制的地位 到财富里面是没办法想象的 是因为中国的人口的激素 是因为中国这么强大的这个市场 其中 老人运我们知道 教育我们是知道 医疗是我们知道 幼儿园我们也知道 但是这个每个系统后面 隐藏的是无数的腐败 中国教育系统的这个腐败 已经到了 就是说 我们相信很多年轻的家长们 都能够体会得到 但是呢 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边 举个例子来说 中国人都是比较喜欢 进名牌大名牌学校 包括幼儿园 包括小学和中学 那么任何一个名牌的学校 在这个时候 他们的品牌是有巨大的价值 就像川普总统一样的 川普总统经历之所以 集的这个财富 很多人以为他是搞房地产 很多人都以为了 他是搞一些基本的建设 其实川普总统的 很多的房子展的项目都是 都是 不能说都是 很多都是亏损的 或者是变成了一个 巨大的破产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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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结果 但是川普总统后来的财富 其中一条 就是川普总统有很大的名声 他是美国再有名的商人之一 虽然很多的商人比他更有钱 但是呢 很多商人比他呢 没有那么大的名气 所以很多的国际性的企业 国际国家 就喜欢呢 这个用川普总统这个名字 来建立什么川普 酒店川普 这个川普那个 这个品牌的费用 就是川普总统的钱 但是川普总统最晚 他也就是个美国的商人 美国的商人做什么事情 也有没有底线的人 但是即算是没有底线 他那个底是有的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是没有底的 中国的游戏 比川普当年玩的 这个品牌游戏 不知道丰富多少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只看到某一个 居民的学校 或者副社中学 或者副社学校 名字大得很 那既然有好的品牌 那何必值得原来那个地方 建立那么一个学校呢 那没有必要嘛 所以我们今天去看一看 有一些有品牌的学校 他在前一家各地 建立分校 对不对 建立分校使他的品牌 带着更大的效益的发挥 那当然是非常好 也找到非常好的老师 也给孩子的很好的教育 对不对 毕竟他不会很差 对吧 不至于呢 现在你层次是个骗局 这个里面确实有一部分是真的 那个副社的学校的分校 品质也是比一般的学校好很多 否则的话 一般老百姓 他也不愿意把俗女 送到这个学校里面来 是不是 大家看到这个光线的后面 有更肮脏的游戏 或者说不叫肮脏的游戏 或者叫阳光下的交易 那就是任何一个名牌的学校 或者任何一个有品牌的 某一个项目 进入到某一些地区的时候 他必定会大动当地的商业发展 尤其是大动当地的住房的发展 如果原来的价钱是一块钱 那么由于这些优秀品牌的进去 他可能就变成三块钱 甚至五块钱 这个利润会怎么产生 而这个利润的产生 是完全可以入估的 那为了完成这个入估的这个游戏 实际就安排了一切 你所看到的只是某个副市长 某个副省长 或者某个公司的人 在那个地方剪彩 我们成立了一个什么分校 你根本不值得 这个后面的这个利益 是一番套一番 每一层有每一层的利益 对不对 对不对 金哥同学 我讲的怎么样 非常好 非常好 再讲一讲 有没有打赏呢 我看一看有没有打赏呢 有很多点赞的 谁说没有打赏的 有好多呀 都已经十九块了 今天我跟陈小平 不是已经跟公司解决了一部分薪水问题 九百一十一块 到我们这里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我尽量的跟陈小平那个节目里面没有讲有料的 就是扶弄一下 因为陈小平已经很有水平了 我在那旁边就排蹭一下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把料放在这个地方来 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我讲出鱼子的猫腻 对吧 猫的鱼子大的风行 告诉大家这么精彩的东西 连这个江湖上混出来的辛苦都算 非常好 非常好 是不是星哥 是非常好 讲的我 这个讲破了这个土地运营和被地产增值的一个 一个大的这个这个游戏规则让你快点破了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事情就是今天我们这边的人数呢 其实比你们今天在那个网约网市的时候人还要多 但是你刚才说了 这个有一位网友啊 发了一个私信 说老马听懂了吗 我说呢 这个我刚才也没想 他不问我也没听懂 你刚才说呢 这个你们在那边做节目的水平已经都非常很高了 你也不需要多说 今天到这呢 说的多啊 就证明我们这边水平低 所以呢 我们也一直都是坚决承认我们的水平低 所以呢 我们一直要请求和平先生呢 多多的支持我们 多多的在 这个时日他呢 能不能拉长一点啊 然后那个增加一下 这个时效 还有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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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你看 我们现在我们这边谁说不行 我们加拿大的网友全上了 还有我们澳大利亚的网友 全上了 澳大利亚是我的新的革命工作地 澳大利亚有几个铁杆网友 真的是非常好 今天在小平那个地方 一口气打了159块啊 澳元啊 是是是 我看到还有日本的网友 还有美国的网友也都打赏特别多 我看到了 任何事情呢 就要讲细节 因为只有细节 只能说明你真的掌握不掌握 你一个人的物理 讲一个政变 哪里跟哪里打 那你也搞不定 不就是什么 哪个常委跟哪个常委 打那个东西 我们都印证不了 我讲的这些东西 都是在中国的商场 一天就明白的道理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讲得非常好 你再讲下去 把我这个 这个吹牛的资本 全部给讲完了 但是我的记忆力 我的记忆力 刚才讲了 一军 杀了21几档军 现在是76几档军 对吧 原来31几档军 现在是76 73几档军 原来是47几档军 现在是这个西安的77几档军 对吧 讲这些东西 大家都觉得 不应该给我打赏 但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东西 那真是真金白宁 但是还有 红环蓝的事情 确实是你讲的 非常 而且把中间的一些事情 分析的 真是 这个非常到位 以及这个红环蓝 像这一类公司 在运动上的 背后 在运行的 这个利益分配 你讲的非常好 这个里面 申立军在后面 扫出这个网络控制 把拼媒体 申立军扮演的 还是混混角色 但是 孟金就在这个里面 也扮演了 这个角色 我说他是猖狂 不知道自己是谁 还是实在没办法 他居然以 正华委书记的身份 在海南 在什么地方 实在的时候 自己去实在 红环蓝 幼儿园 你就想一想 中国是是 条条垮垮的 一个 一个管理方式 你是管 宣传的这系统 我不会去 他手提到东西的 我要通过你的手 去捞取那个利益 我不会 一直跑到 你那个地盘来 以前的这个 九龙治水 七个谁治水 五条虫治水 整治他们都是 互相管自己 这个谈 你不管我 我不管你 但是孟金之之 去考察 这个红环蓝幼儿园 你说是不是 他是不是当上 也有一点 忘了自己是甩了 他应该是去的 当时是去的海口的吧 海南 对 因为刚才 马先生讲到了 一个名字叫 孟亮 打赏的有没有啊 我现在看一看 别搞半篇文 讲出这样的天机 也没什么打赏 我搞什么搞 有有有 这会儿都很踊跃的 您看 非常踊跃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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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 这才是真有意思的 这个老何 你的 你的 这个 第 今天应该是第六奖吧 你的第五奖 第六奖 比第一二三奖 第四奖 要厉害得多 你后面可能 还有个三四奖 老何现在是根本没听见 新歌在说什么 老何现在全力以赴 在看这个 看打赏 这见钱也 嗨的老何 谢谢 谢谢 自己报名 打的还是不是 还是在这个 你的点点今天事上打的 没有啊 这个点点今天事 是我的老友打了吗 我没出看点点今天事了 而且点点今天是在这边的这个点赞数量也都非常的厉害 哦 点点今天事掉下来了 刚才一千多人 现在掉了八百多人了 因为被那个限制流量了 现在进入了英文区 哇 谢谢 你弄的Zoom会议室的后台都听傻了 都都连自己本来其他还有一些讨论的 现在都不讨论的 就静静的听你在这 对 洪荒南的很多的背景 网络上的很多背景 我并不清楚 我只是刚才我们描述了洪荒南 这么一个事情突然发生 突然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了 对不对 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相信有很多不同的知情者 我并不是说洪荒南是暗脏的公司和不暗脏的公司 而是我在里面发现了这个森立尊的租印 也发现了梦境局的洪荒南 因为这个都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尤其是梦境局洪荒南的这个幼儿园 一般了解中国官僚的体系的人都知道这是很不经常的 对 好 孟亮是谁呢 孟亮是在美国接受了很好教育的一个人 他也是美国的一家公司银行 一家大银行 我都忘了是大通还是哪家银行的 这个亚洲的这个仲裁 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刚才按照马先生的说法 是占30%的股份 对吧 那么他的股份非常之大 这30%的股份都是他的吗 我并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有几件事情 是一个线索 第一 孟亮叫这个孟境诸啊 是叫孟守书 为什么呢 因为孟亮的爸爸叫孟清胜 孟清胜这个人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 但是实际上这个人呢 是当年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是中国农孟系统的一个英雄式的人物 对这个八十年代的农 七十年代的中国的农村的一些变革 一些农村的改革方案 他是有过一些想法 但是这个人呢 是上海滩比较受人注意的 这么一个农业方面的大佬 但是我们知道 孟金珠 恰恰是从上海的农业系统里面出来的 农村系里面出来的 孟金珠和孟清胜是非常熟悉的 这个 就是朋友 或者是上下级 因为孟金珠呢 比这个孟金珠渠道更早 我刚才讲了 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时候 这个孟金珠是不是还在开拖拉机呢 孟金珠就已经相当的 有了名气 当然现在孟金珠年纪比较大了 应该七十多快八十了吧 我不知道啊 已经退下来了 有人说呢 孟金珠和孟金珠呢 是兄弟 其实孟金珠不是上海人 老家呢 是这个 山东人 而孟金珠呢 是 无县 是不是浙江无县 还是江苏无县 无县 在信屋的无 我记得孟金珠是 组织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梦和 另外一个梦堂 两个人之间 什么关系不清楚 而江苏无县 也就是孟金珠是江苏人 江苏无县 哎呀 我们的嘉宾真的是厉害 在我们后台的 但是他们在笼孔系统很熟悉 然后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孟金芳 孟金芳是孟金珠的姐姐 他本人呢 原来是上海幼儿园的 上海总工会幼儿园的园长 也是上海市的三八红旗手 是早期在上海的幼娇历史上 就是最近几十年来 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有人说他叫上海幼娇之母 这是我跟他封的 根据我对他这个了解 他在上海的幼娇的 这个市场里面 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 其中 淡地五十五毛的 这个新金山国际幼儿园 就他在后面是特殊 中国的很多的 这种小项目 大家看起来根本不知道 但是你在当地的人就知道 这都是巨大无比的 这个回肉 巨大无比的 这个盈利的这个项目 因为不仅是学校本身的价值 而是以学校名利 所得到的地产的价值 和相关行业的这个利益 那我们就要问一问 这个百分之三十的这个股份 是这个 孟亮 个人 或者是他所在的公司 他爸爸的公司 是什么公司的 完整的股份 还是这个股份里面呢 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股份 但是我们知道 在美国的上市公司 或者是在中国的上市公司 当你的股份不达到一年的比例的时候 你也未必要披露 而且呢 有一些这个 这个事情涉及得太敏感了 最好别讲了 那么这个只是说呢 这个孟静芳的幼儿园的背景 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上海幼儿园的 之母 而且有人说呢 他也是权力之母 因为有些关系啊 这个找孟静芝找不到 对吧 找生理军也找不到 但是呢 这个孟大姐在上海 她没什么事做 那么有些人呢 就通过了找这个孟静芝 孟静芳 来达成呢 跟这个孟静芝的这个关系 而且呢 很多的项目和事情 通过孟大姐就可以解决 孟大姐就可以解决 在这个权力的交通不能中间 孟大姐的这个角色是不确定的 但是她的结果是很非常好的 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权力体系里面 你认识的不一定是认识那个 真正掌握的权力的人 你只要认识那个掌握权力的某个亲戚 比你直接认识那个权力的人 效果还要好 对吧 那么这个孟静芳呢 就在孟静芝 辉煌腾达的时候 她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 而这个角色正好又跟他们家里的市交 孟朗孟亮又联系在一起 而孟亮呢 又是红黄蓝的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而孟静芝呢 又在红黄蓝 她曾经跨越去跨境 跨到她的这个领域 去实察了红黄蓝 而红黄蓝事情出现的时候呢 又是森林处是把平的 那这个红黄蓝的事情 在后面是回忆所思 制造的这么一个事情 是陷害红黄蓝 还是真的有这个事情 通过森林军和孟静芝的事情打平了 不知道 但是那些事情 在当上的描述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有一点的回忆所思 有一点超过了我们一般的尝试判断 但那事情又是真实的闹起来 闹起来以后又萧生一击 萧生一击以后 黄蓝又再也没被追究 原来她在华尔街的股市 是照样进行 我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对吧 所以这些事情 我们很多的情况之下 只能展开去线索 没办法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我们也没办法去 根据我们自己的想象 去想象这个里面 有一个非常丰富的 这个很生动的画面 我想象不出来 可能性格想象得出来 我只是把这个线索 列出来而已 没错 这些线索也许呢 是各自分裂的 只是我呢 胡乱的把它连结在一起 也许这个线索呢 就是真正的利益 怎么样 马先生 马先生一听完这个的时候 马先生一直都在前台看 我们有网友呢 觉得您讲的真的特别好 一口气就打了50美金 还有的网友呢 是从日本来的很多网友呢 也在积极的打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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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数变成两位数 变成三位数的打赏了 嗯 谢谢 很多打赏的 在丁丽金天市这个地方呢 是我的老朋友 会员很多 你那边很多可能新的朋友 刚才讲那个人的故事 人家说我讲错了 不是你回忆 不是那个宁宴 是那个谈扶人 记错了 有时候记忆有错误 抱歉抱歉啊 这个要特别的纠正 所以这就是网友 在我们这里参与讨论的 那个好处 因为我这样 巴巴巴巴讲 讲上几个小时出来 对不对 把新歌当成马歌 把马歌当成王歌 都完全可能的 所以这行面也显示出了 我的记忆的缺陷 对不对 你已经是超穷了 你的记忆力已经超穷了 在我看来已经是厉害的不行了 老马就是利用我这个爱好虚人的这么一种心理 他就是 没别的能耐 就只会一点点夸人的本事了 有时候我是言不由衷的夸赞 但是绝大多数对您的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佩服的 或者是非常宗重的这种夸赞 因为这个 鼠便这个 各式各样的全世界各地的华人 也像您能讲这样的人 没没见过 我是没 没有 我讲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是很多的商人 很多的这个政界的人物 平常聊天 有时候他们聊一句话 像我这样就是 媒体人嘛 有天然的这种这种 记录的本事 别人是用本子记录 我是承论不记录的 我承论都是放在脑子里面 我以为是垃圾 但是有一天他就突然连接在一起 你讲一准十五十二准 三十一准 二十一准 四十七准 十五准 十四准 四十二准 四十三准 对吧 在我来讲就是 好像在闪电一帮的 进入我的脑子 秦日根 对吧 许粉林 对不对 张树田 王阁 这些名字 对吧 隔白行 黄恒辉 他就像 这些名字就是 奇奇怪怪的 在我的脑子里面 有一些脑子 可能就干这个用的 我可能就脑子里面 有一条线就装这个东西 所以他慢慢 过了几十年以后 这些事情就可以 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线索 所以有的人觉得很奇怪 以为我是 接到了新国的指令 或者接到小平的指令 来讲这个东西 实际上我看 今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从上午我做节目 做完节目以后 又是陈小平的节目 陈小平是做了 六个节目 七个节目 对不对 然后我吃了一口饭 就去中午吃了饭 做陈小平的节目 早上做完节目以后 做点的节目 是做了一个小时多 做了三个节目 然后跟陈小平 做了六个节目 然后跟老马现在 做了两个节目 对不对 我中间吃了两次饭 就是我的休息的时间 你是16点34分结束的 往远往事 然后到6点30分 32分进入到这里 中间你还做了很多的工作 我都看到 我没有 做杂事去忙 帮助你们打一些下手 找一些资料什么东西 我做这个东西就是 跟大家 我觉得特别高兴的地方 是什么呢 就是做你也好 YouTube也好 提供了一个 我们这么一个宽阔的平台 而这个平台的利益 我们其实刚刚开始 像我讲的这个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回头就过去了 我们这个网上 真正是有一批 有思想的人 或者是真正有专长的人 我们怎么为了利益 这个平台 把这样一批 真正有政策实学的人 表现出来 所以我在这个里面 扮演的是一个小丑的角色 一个技术性的角色 像我这样 随口都可以讲来 那很多人 比我了解很多的情况 对不对 刚才我讲 霓虹燕就是讲错了 人家记得是谈 谈护人吗 因为谈护人当然是对的 我当然是错的 但是我当个 在聊天的时候 老子就没想到这个学 对不对 就是谈护人 大家都知道 所以还是有很多技术的 还是有很多技术的 还有可能一些分析的方式 是想当然的 想当然的 对不对 也许孟静去这个红黄兰 正好是红黄兰 哪个又是跟他是什么 哪个朋友的孩子 也许有可能的 但是我是把红黄兰临近在一起 跟孟亮临近在一起 跟他的姐姐孟静方临近在一起 对吧 也是表面上有逻辑 也许这个逻辑根本就不存在 逻辑关系 所以请大家注意 请大家注意 很有可能我是错的 但是不管是信息方面的具体 就像您说张冠李戴 有没有这种可能 谁都会有出现这种 但是能把整个背后的这些 全钱交易的这个本质能揭露出来 我觉得这已经所以了 我们的这个嘉宾 我们同一个会的嘉宾有没有讲话 我看看我们有没有需要这个与和平先生互动的网友 或者有其他问题的网友 请您举起您漂亮的小手 让我打开您的话筒 还有一些给我打赏的钱 他们有没有人提问的 在这边呢 没有什么提问的 那么 老何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 就应该是 头拍的后边嘛 有一个网友说 你就是 这个 这个现代的索恶徒 政府 这个 官场关系的第四只眼 即使是我并不是很认真做这个工作的 我没有一个很好的笔记本 我现在都不用电脑 我也不用记录 对吧 那么这个 这些东西呢 就是未必是那么精确 未必是那么精确 这个确实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 我有可能是有些东西是错的 因为 现在 我们有一位喜人是要在举手 分 您请讲 贺总好 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我不清楚你这个消息来源 但是我感觉 这个陈龙 那个他儿子 房主名 那个事情 怎么感觉是跟那个时候 香港占中关系 就更大一些呢 不知道你怎么看 我没有连接在一起 抱歉 我只是知道了 当时候不仅是陈龙的这个孩子 还有一系列当上的明星 都集中出现在北京市 这当时候的大的背景 我所了解的是 傅政华为了 让他的北京市公安局有政绩 然后因为他呀 在忙那个 不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事情 所以他担心北京市 如果政绩不高的话呢 就影响到整个的评分 因为他们那部都现在 建立各种各种的 所谓的量化的这个过程 所以他就要增加破案例 如果真的按照他很难破 所以他最好的方式是制造按照 然后把他破复掉 那当然是百分之百破复嘛 对不对 这个老何说的是对的 我们当时都在北京 当时的那一系列的 对文化界的一些名人 文艺界的一些名人的 吸毒嫖娼的事情 接二连三的 大概七八起 使得在整个的传播界 就会说 北京再一次是动政革的 而且觉得北京市公安就厉害嘛 就形成了复正法的一个威望 一个社会治安 这个被整治的一个 一个良好的政治分歧 老何说的非常的非常的 这个到位 还有谁要有提问的吗 因为刚才这位网友 讲到跟香港灵活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更大的游戏了 这个更大的游戏 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我会讲到香港的游戏 我预告一下 对吧 因为香港是咱们鱼子的关心 我们已经讲了铜锣湾事件 讲了萧金黄事件 我们还要讲一讲 这个香港的这个演变 有一些事情呢 中国官场的人 比我了解了很多的细节 上场也是这样 但是有一些事情呢 通过我这种 就是在老马的欺贫之下 这个在新歌的这个 这个敲编过的情况之下 也许就是我这么胡说八道 把他们的一些头脑给理清楚了 因为今天我打破 这个做了一个结论 就是讲到政法系统的这个游戏 对不对 为什么集中在 这个 这个 周恩康和博锡来 大家一般的想法就是 博锡来和周恩康关系很铁 对不对 但是外界引起大家形成的印象 认为这个 这个周恩康和博锡来的联手是 周恩康要把这个权力交给了博锡来 其实根本没有想到 更关键的一点是 一个是老领导 不能让他干涉 一个是新的人物 不能让他在这个位置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快到九点了 我们的导播也要休息了 我们是不是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和何平先生再确认一下 是第几讲今天呀 真的第九讲 明天是再好一讲 你确认吗 第七讲吧 你都骗我 你会骗我 我没骗你我刚才数了一下 第七讲 第八讲第八讲 你也别第七讲了 第八讲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太黑了吗 没有没有我还差两天 因为他是十天嘛 那么今天是周一嘛 我记得是上一次是我们是周四开始的嘛 你说现在你不对嘛 你这些东西我要再讲下去的话我没东西讲了 不是你可以明天我还有的讲嘛 讲完之后我们还可以讲香港嘛 然后还有两集我们就结束了 还有两集我们不能这个 不能不能欺骗和平现实 还有两集还有两天 我们周三的晚上我们结束 这样一个情况 那好的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那明天晚上收看我们的十日谈的第九奖 那么 第十奖 没错我我查验过的 第九奖 你再查 那么非常感谢很多的网友的慷慨的解囊 支持明镜 那么让我们节目做得更好 让我们持续下去 也感谢我们提问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想提问 但不知道该如何试问和我一样的人 那么对节目的支持和参与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再见 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